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读以色列的历史 我真的觉得历史像一面镜子 我在历史上真的看到好多 我自己活到60岁了 常常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当年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我那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回应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结果怎么就搞成这样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说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认真读圣经 你知道圣经不只是讲道理 圣经真的像一讲灯 好像圣经里面说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能够照亮我人生的路 让我眼睛能够打开来 看见说 原来这个时候我应该这样做 如果我当年能够早一点 好好的读圣经 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 进到圣经的真理里面 我大概会少做很多很笨的事情 很傻的事情 很错的事情 但是谢谢主 永远不会太晚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好好读圣经 我鼓励你真的认真的读圣经 然后求圣灵帮助你 不但是多知道一些圣经的知识 圣经的故事 而是在圣经里面 找到神今天对你我所说的话 亚哈斯做错事了 失去了上帝的祝福 然后落在一个窘境当中 然后他要解决他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他找人 他说亚兰欺负我 我就找亚树 按照我的评估 亚树比亚兰更强 所以我如果靠他 你就不敢欺负我 因为我后面有靠山 可是昨天和你分享 圣经上说 亚树来了 不但没有帮助他 反而欺负他 现在不但有亚兰欺负他 亚兰跟亚树通通欺负他 他的人生更惨 而这个时候他还是要做一个决定 我还是说 在我预备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自己里面有一些感动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神在对你的心说话 已经走到这样的景况了 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你要做一个决定 我怎么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找了一些我以为的资源 可以成为我的帮助的 结果发现他们来了 就把我的事情搞得更乱 更糟 情况更不好 你真的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吗 你要做一个决定 好像当年的亚哈斯 亚哈斯要做一个决定 亚树来了 反倒欺凌我 我更惨 现在该怎么办呢 他又用自己的小聪明说 我有方法 他不但用找自己的人 找自己的帮助 他也用自己的方法 解决自己的问题 亚树如果你欺负我 我只要满足你的需要 大概你就不会欺负我了 所以他把各式各样的经营 都给了亚树王 我读给你听 亚哈斯从耶和华的殿 他从圣殿里面 从他的王宫里面 还有从首领的家中 把各样他能够取得的这些财宝 通通送给亚树 因为他觉得 我只要满足你的需要 大概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你就不会欺负我了 可是圣经说 这也无济于事 愿主提醒我们 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 解决自己的问题 只会越弄越糟糕 我们所有的自以为的聪明 到最后都是 无济于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